嗨 你好 我是Yvonne 在这支影片中我会带着你一起用Obsidian念书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库 我会告诉你我整理读书笔记的方法 教你有效率的建立笔记连结 架构自己的知识网络 这是我的医学笔记三副曲的第三支影片 也推荐你先看看前两支影片 一方面了解一下整套笔记书的心法 二方面熟悉一下Obsidian这个软体本身的基本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念书了 那在这边首先建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资料夹规划 就是内还有外 所谓的内就是来自我们自身 我们主要要在Obsidian中建立的 网络式的以主题概念为中心的笔记 这个叫做内 而所谓的外则是外来的 比如说上课的笔记 或者是我们检讨考古题的这些题目本身 又或者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做的线性的笔记 就是我们只是按照书本的顺序 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超重点 而没有把每一个概念很仔细的去理解分解 再构组成最小单位 这一类的线性笔记我们全部都放在外里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资料夹都创造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检讨考古题了 让我们先来创造一则新的笔记 现在假设我们想要检讨的是108-21学3这一份考古题 那这份考古题面会有很多题目嘛 那现在假设我要从第五题开始检讨 我就要新增一个档案来放第五题 这边让我们直接使用笔记连接的方式来快速的创造笔记 输入我们要的档名 然后点击这个连接一下 这个档案就会被创造出来并且打开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档案里面写东西了 那这个档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这一题考古题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上 像这样子贴过来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空白给删除 然后再加上这些ABCD方便我们阅读 那在这边呢我想要帮我们的档案稍微加一点点的架构 首先我想要让这一题题目可以在网上向上指回108-21学3这一则笔记 因此呢这边就会使用到Property的功能 我使用一个自定的UpProperty来标示笔记们之间上下层级的关系 我们按两个中刮胡来把这个笔记网上连接到108-21学3 那我们点这个连接我们就可以跳到1学3 然后再点这个连接又可以跳回这个笔记 这样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笔记放到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戳意的方式把它丢到这个外的资料夹 那现在在外的资料夹里面呢就有这样两个档案 那随着档案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题目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子有点丑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资料夹多一点架构 那这边呢我推荐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架构就是 一个叫做Map地图的资料夹 和一个叫做Notes的资料夹 这边错了然后Notes也要在外面才行 这样子他们是并列的 Maps里面呢放的就是这种像是地图 像是目录一样的笔记 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连接到其他笔记的连接 那Notes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放的就是实际上这些有内容的小小的笔记 大致分成这两类就可以了 因为Obsidian的组织结构主要是来自Link笔记的连接 资料夹呢我们不用太obsess over it 就是放起来自己觉得赏心悦目赶紧就好 东西一定找得到那么搞定资料夹结构 现在正式开始检讨考古题 那检讨第一步当然我们可以看一看人家写的详解 OK答案是B 因为胸前倒极V2V4ST段上升等于前臂梗塞 看起来非常合理 那我想要抄这个详解 我怎么做呢 在这边啊我会多打一个第一层标题 也就是先按一个紧字号 然后再写答案的打 然后再换行 打下答案是B 原因是什么呢 像这样子完成一个非常初步的检讨了 那这边为什么要使用一个标题卡在这边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如果把滑鼠游标移到旁边来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往下指的箭头 按一下它 它底下东西全都被藏起来了 这就可以某种程度的达到flash card的效果 要是有一天我们打开这则笔记看 我们可以单纯的只看到题目 而不看到答案 在脑中回想一下之后呢 再把这个折起来的东西点开来对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来读点书了 这个题目很明显就是在考stame的EKG判读嘛 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个主题来做一个笔记 那这个笔记呢 它就是一则知识一则概念 是属于内的部分了 我们把这个记事创造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丢到内里面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一个东西 读一点书搜集一点内容 把我们自己的结论写在这边 好那旁边这个呢 就是我之前做过的stame相关的笔记 那现在我就直接把它贴过来 就不分享我们一起读书的过程了 那针对一些图片啊 要是我是在看一些电子教科书的话呢 我会很大胆的就直接这样子 整个截图 然后丢进来 什么都不用想 就这样 有图片就截图 这样丢进来就可以了 那在这一则笔记的最上面 我就会写下我对这个概念的主要的结论 stame EKG判读究竟在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是根据波形 分出前外后下这四个位置 然后这四个位置又会对应到 这四种不同的血管 这就对我们的诊断跟治疗有帮助 因此我就把这个株质写下来 然后底下呢 就是详细的说明跟一些插图 那大家应该有发现 这则笔记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没错 就是不同位置的 EKG波形长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 内容很丰富的主题 所以我要用另外一则笔记来装它 因此这边我会重新整理一下 这一则笔记的结构 首先我会说判断位置的方法 是连接到stame EKG定位这则笔记 然后呢判断位置的意义 则是我这边已经有的这一段叙述 我把它全选再按下Tab就可以一起缩排 像这样子我感觉就是一个不错的整理了 那针对判别位置的方法 我们又要补充一些内容进来了 stame的EKG定位 我们再把这则笔记呢也移进来 移到内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同样的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要建立一下这个笔记的架构 所以一样我们给它up 然后往上到stame EKG判读 也就是说stame EKG判读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那底下它有一个小组织主题 叫做如何在EKG上定位stame 那我在这边一样把我之前做过的笔记复制过来 那针对stame的EKG定位这个主题 首先我们要连接到一个生理的观念 算生理吧 生理基本源基本科学的观念 就是EKGLEAD不同的LEAD定位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针对这个生理观念呢 它又是一个独自的概念了 我会再建立一则笔记 叫做EKG的LEAD定位 那在这个笔记里面呢 我就会放上关于EKGLEAD定位的生理概念 那么一样在笔记的最上面 我们就会是一段精要的文字的总结 然后在笔记的下面呢是一些详细的说明 这里我就是放了几张参考的图片 接下来呢则是透过Property来建立一些上下层级的笔记连结 在EKGLEAD定位的往上一层 我就会建立一则叫做EKG的笔记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 如果我们按着Command再点这个笔记的话 它会开在另外一个Tab 好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个EKG这个主题了 那EKG底下呢 我就给它一点结构好了 叫做基础理论 然后还有应用 那应用呢 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Stami的 StamiEKG判读 这是大主题 那底下呢StamiEKG定位是个小主题 我们如果想要它漂亮也可以像这样子放进来 那基础理论呢就是EKGLEAD定位 好就像这样子 我们帮EKG这个主题建立了一个目录了 在这个目录的结构下 我们日后新增任何有关EKG的知识 我们都可以把它连结放到这则笔记上 以后遇到任何跟EKG有关的问题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这个笔记来查找 那我们剩下的笔记还没有做完 EKGLEAD定位长这样 那我们上页StamiEKG定位 在这里呢 我预计把不同位置梗塞的波形都贴进来 好那我们快转一下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StamiEKG定位这个笔记 我把不同位置的Stami的波形 我都贴到它各个对应的笔记里面 这样子读书还只做了一半 我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做 那就是Record Question 我们要写下一些问题给自己 方便自己日后来做复习 那首先我们来到StamiEKG判读这边 我觉得呀 不同的阻塞梗塞位置对应的血管名称 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所以我希望我就是Anterior是塞哪里 是塞LCA的潜降之这种问题 我要回答的出来 因此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滚到这个笔记的下面 然后我会做一个叫做Anki的标题 然后在这下面呢 我就会开始一问一答的列出我的问题 比如我首先会打 AnteriorInfaction是塞哪一条血管 然后呢这里呢 我们先放一个Hashtag 按下警字号 然后再打Flashcard这几个字 这个东西呢 现在还没有用 等到我们之后啊 开始使用ObsidianToAnki这个Plugi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 把这些一条一条的问答 转换成在Anki里面的Flashcard 现在虽然还没有设定好 但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格式来做笔记 问题 Hashtag 换一行 然后写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是LCA的潜降之 我们可以再复制一下全名过来好了 AnteriorDescendingBranch 供应LV潜测 OK我们诊断文字复制过来 好像这样子 换个几行 再来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好就像这样子 我们已经完成了四个问题与答案了哟 问题Flashcard标签 然后答案 问题Flashcard标签 这样子重复四次 光是多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的读书效率就已经倍增了 因为之后 只要我们每天固定把Anki打开来做复习 这些知识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 那在刚才讲到的Stami的EKG定位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做一张卡片 像是在AnteriorInfluxion这边 我首先就把AnteriorInfluxion的波形的截图 直接贴在这里 然后一样的空一格 放Flashcard 然后在后面放卡片背面的答案 如此一来之后当这一串文字被Obsidian to Anki 转成Flashcard以后 它就会变成一张正面是这一张图片 翻过来背面则是答案AnteriorInfluxion 这样子的一张卡片了 好的这样就完成了第一题的检讨 接下来我再示范检讨一题 那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医学三笔记 这一次呢我想要示范检讨一下108.2第2题好了 那我们这个流程我们都很熟悉了 像这样子 好的那这边我们一样再做一次 我们把我们第二题的题目给copy进来 好的现在我们把刚才的这个考古题第二题整个题目详解 依照先前的格式复制到这则笔记里面了 那这一题呢我想要模拟的scenario是这题其实我会 我不需要再新增什么生理概念 就是我知道麻菲它造成呼吸异致很明显就是呼吸酸重度 一看就知道要选了那针对这个概念呢我不想要再新增一些概念的卡片 已经在我脑子里了我不想再读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帮这一题留个底 备考一下确定我下一次遇到这一题的时候我还是会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就是使用flash card这个hashtag 那当我们按一下锦字号的时候我们曾经打过的所有tag 它都会自己跳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点选它 它就跑出来咯 那像这样子等到我们之后使用obsidian to Anki 这一则笔记也会自动变成一张卡片 供我们日后复习使用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这题已经检讨完了 但这边啦是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我对于水洋酸盐的概念不太熟我想要复习一下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怎么跟自己的旧笔记建立连结 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到以前大学上过药里讲过止痛药nsed的章节 我想要复习一下 于是乎呢我到了我的Evernote里面我已经离开Evernote了 这是我把我的Evernote笔记内容全部汇出然后再重新汇入到另一个分开来的obsidian vault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都是一些我的旧的线性的笔记 那我在搜寻aspirine就找到了很多这些以前我做的跟nsed有关的笔记 那我发现这一则呢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想要把这一则笔记呢全部都复制过来那连标题我也要照用 那这则笔记的名字就会叫做大四整合课程笔记 nonselective onset 然后它是一个被放在外资料夹里面的线性笔记 我们可以很大胆的把我们的旧笔记整包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再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对我而言是有用的东西 那首先我就可以针对水洋酸盐salicylate这个东西我来创造一个 内部分的笔记 那我可以直接把这则笔记里面的salicylate 画两个中刮号把它刮起来 然后创造一个新笔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则笔记 做什么事情呢移动到内 这个资料夹里面那我们一样要开始给它一点点架构 那我们一样哦 加上一个property up 然后它往上是什么就是nset的这个分类吗 nset的点下去 那我们一样再创造出nset这个档案 一样移到内的资料夹 nset再往上一个阶层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还不用讲的太复杂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叫做 药理学目录就好了 以后所有药理学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先放在这边 要是有需要在nset跟药理学中间增加其他的层级 比如说什么止痛药啊之类的话 我们也可以以后再加 那这里就是药理学目录 我们再把它继续做上来好了 药理学目录再往上一层呢是医学知识总目录 在内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多创造一个资料夹用来放这些比较大目录性质的档案 接着呢这个总目录底下的子目录就是药理学目录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连结给创造出来 好那让我们再次回到药理学目录 药理学目录的底下有nset 好那往nset的底下有 asperine或是salicylate 我们点到salicylate这个笔记本身 这边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笔记连结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我们打开旁边的这个panel 主要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panel呢 有四个分页那其中前两个分页呢分别是叫做linked mentions 和links 那所谓的links呢指的就是这个页面上所有的link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那比较厉害的是这个linked mentions 就是其他笔记有连结到这一则笔记的其他笔记 所以这就可以跟我们参考 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在内里面的这些概念的笔记 如果发现资料怎么有点少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panel看一下 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他 那我们点进这个笔记里面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样子 复制贴上过来 之后再找到什么东西 我们就是依序加进来加进来 可以是一些文字 一些图片 一些连结 这一切都会让我们的知识库越来越丰富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旧的笔记库里面呢 我也发现一些比较有用的 比如说这个叫做nset的副作用总结 这一则笔记呢 我觉得它根本就是属于一个内的笔记的内容 我想要直接把它移植过来 那我当然很简单的 我就是把它整个复制 然后呢在这边新增一个笔记 然后贴上 那就把nset的副作用总结 这个标题贴过来 那这个笔记的定位在哪里呢 我会希望它被放在nset的下面 那在nset的里面呢 我就会给它一个这样子的架构 要评个论 要评总论 像这样 nset的副作用总结连结过来 那别忘了把它归位到正确的位置 那另外呢我觉得nset的副作用总结 它除了是一个跟nset有关的笔记 它也是一个 就是跟副作用总结有关的笔记吗 对不对 我们会希望它同时出现在 两个 不同的分类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再建立一个叫做 药物副作用目录 好然后在这里面呢 药物副作用的 往上一个层级 当然也是药理学目录 在这底下 就会有nset的副作用总结 这一则笔记 那我们回到药理学目录 我们就可以再给这个笔记一点架构 是药物分类个论 然后是横跨性的药物横向比较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药理学基础知识吧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 资料 但是我们可以提醒自己 我们之后想要新增这样的内容 就先把我们的目录架构给写下来 到这里为止 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多的笔记了 我们要怎么给自己一个感觉 或者说我们的知识网络已经进步到什么地步呢 这就是GraphView登场的时候了 让我们点选我们最左边工具列的第2个按钮 OpenGraphView 一点呢就会发现 很多的点点都跳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笔记库里面的 所有的笔记跟他们之间互相连结的情形 现在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点难看 让我们稍微做一点点设定 这边有一个filter 因为外里面的笔记啊 跟我们个人的知识网络比较没有相关 我们只希望内里面的笔记出现 所以我们选择Path 然后只显示 内中的笔记 像这样 那现在呢在这个GraphView 就是在这张图表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笔记库 内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笔记之间互相连结的情形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是 NSAT的副作用总结这个笔记 他就会连到 NSAT跟药物副作用这两个末入去 然后NSAT的这个东西本身呢 他又跟药理学啊 跟水洋酸啊 有各种的连结 然后是 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 医学知识总目录只跟药理学目录有连结 那EKG这一群呢 好像跟这边的东西没有关系 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笔记架构好像有点点漏洞 所以我想要把它补起来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来到 EKG EKG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在网上 是什么呢 我想在网上应该是 心脏内科是CV CV目录 好 那把CV目录创造出来之后呢 CV目录在网上呢 医学知识总目录像这样连结就做起来了 啊别忘了把我们的CV目录也移到我们这个内资料夹中 好那医学知识总目录中我们也要整理一下 都像是基础 处学科 跟临床科别 好的像这样子 我们医学知识架构 虽然只是 检讨了两个题目 但是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网络架得非常的稳了 随着我们之后越检讨越多啊 我们需要做这种 目录连结的工作就越来越少 我们每次新增内容呢 他就可以很快的连接到既有的context上面 OK那当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GraphView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好多了 这个结构 现在呢以医学知识总目录为中心 我们出来有药理学 然后有CV 那药理学底下呢 又有药物副作用啊 还有NSAT这样不同的主题 那CV呢 又主要连现在主要连接到EKG 那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主题可以让我们加进去加入我们的系统之中 Obsidian医学笔记数的基础篇到这边搞一个段落 接下来还会进入进阶篇的应用 我会继续介绍如何使用各种plugin 让这个读书法效率更升级 下一集马上就要开始谈Export to Anki 也就是要讲解今天所留下的伏笔 我会告诉大家要如何设定这个plugin 让我们今天在笔记中所写下的复习问题 可以自动的被转换成flashcards 就再次祝大家学习愉快 国考OPAS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